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也是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事件 昨天有媒体是引述消息人士称 内地打击游戏成瘾运动升温 将会暂停新的网络游戏审批一段时间 原因是同一时间有太多的新游戏上市 就在此时腾讯也是宣布延迟推出英雄联盟手游 由原本的9月15日延迟至国庆假期之后 那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昨天我们看到腾讯跌了8.4% 网易跌11% 哔哩哔哩也跌8.8% 市场是再度陷入到了恐慌情绪之中 但是之后网易的丁磊就直斥新闻是假消息 晚间媒体报道也是将文章字眼当中的 由暂停审批改为了减慢批出 那看到腾讯网易美股是出现了反弹 今天早上港股当中也是跟随有所反弹的 您会怎么来解读这个扑朔迷离的事件呢 我个人感觉更多的还是 我觉得是市场过度解读这样一个消息 其实昨天你会看到这个消息 基本上是以外媒的这个渠道播放出来 其实国内是找不到这个新闻源头的 那另外呢我们觉得其实也像 类似于外媒的一个标题的 其实对于游戏这个行业 为什么市场像惊弓之鸟一样 一有这个封面消息马上就会这个光下走 这个不管多少都要走路这种 因为你们看想起就是腾讯上一次在限制版号的时候 那一次是这个管理层就是 大大也明确的讲要保护青少年的势力 所以那个时候是减缓整个游戏的批号 这个游戏这个版号的一个批复 那段时间腾讯跌到了300多 但之后呢其实它还是会回来 就是这个市场其实你想想有没有可能没有游戏 因为现在来讲对青少年占比 就是所有游戏公司都已经公布了 就是18岁以下这个用户的比例其实是非常低的 所以多数的这个玩家都是这个成年人 那成年人他如何分配他的这个游戏时间 我想其实可能国家不会过多的去干预 那游戏版号也一样 其实赌不如输 其实每一个人都懂得到底 其实管理层一定是比我们更了解 他一定是以更规范的方式 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好的发展 才会去做一些相关的政策去规范而已 所以绝对不可能说不发版号或者是延迟 这样就会绝对会造成一种寻租的行为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越是先任管理 那他可能就会越急缺 这个我觉得在过去很多个行业 我们都见识到的效果其实并不好 所以我想管理层对游戏行业更多的 我觉得是一个疏导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这个方针其实也是蛮明确的 对于腾讯呢 不管是网易也好 我觉得整个这个股价 因为这样一个消息发生急跌 其实是应该这个很快修复的 而且过去一段时间 你会看到整个市场不仅仅是游戏行业 整个互联网业或者是新经济行业 这个资金其实都开始积极的这个在部署 确实跌出了一个这个黄金坑 所以我想这一段时间这个股价调整 是一些这个价值投资人 他重新进场一个良好时机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在腾讯这一边吧 我们看到呢 刚刚也是提到了英雄联盟手游呢 是由原本的9月15日 延迟到国庆假期之后再推出 这个其实让市场当中呢 有很多的担忧 因为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可能又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出来了 那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话 是否也会有一些担忧呢 另外就是说他延迟的一个原因 您认为具体应该是 从哪些方面去考量呢 其实这个举动呢 我们相信大家了解腾讯 尤其是马化腾 这个过往的一些这个 转转考案 我们看他这个做法 其实应该坚信了 我觉得腾讯对政策 对政府的理解和尊重 应该是整个行业 我觉得数一数二 所以是非常懂政策的一个做法 其实他延迟呢 对本身业绩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那其实整个这个延迟 大家都是不要往窗口上去撞 因为这种大型的 这个很高调的一些游戏 它一定会导致一些玩家 可能在某一些这个场合 或者是一些议论上面造成一些 可能就是可能是一些比较热 热度比较高的一些影响 这可能是反过来对目前 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还是更希望低调做事的一些 这个游戏公司呢 并不希望见到的一些新闻 所以我想他延迟呢 也是希望能够在十一之后 整个这个市场关注 都重回经济啊 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基建啊 这个行业之后呢 对游戏这个版号方面 大家可以少一些关注力 所以我觉得对腾讯本身 它的意义影响是比较小的 对于行业的影响 这个更是微乎其微 其实政策 不管是它推不推出来 大家都不要去就是迫使它 就不要搞一些这个热度新闻 逼迫一些政策 不得不出来去管控一下 所以我觉得腾讯的这个做法 应该说是非常实时务吧 我们也不觉得 这个对它整个全年 会有这个特别多这个 比如说明年还会类似状况 我觉得没有 更多的是一个一次性状况 可以把它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行业对政策 目前还是属于一个相互 这个这个博弈的一个阶段吧 当然我们并不是这个 我们站这个高度 我也没有政策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大家更多的 还是政策的一个走向 像我们整体这个走势 就是在一个规范的过程中 整个规范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细则 根据目前的社会的一个状况 玩家的一个状况 甚至是游戏公司 它的一些游戏的品类 去做一些规范 我觉得这段时间相对来讲 还是相对可以低调一些 我倒不觉得会是一个 就是对国家 会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隐忧吧 您刚刚也是提到了 可以趁着回调进行吸纳 但是我们昨天看到 港股实际上是受到了 腾讯还有网易 这一系列股份脱累 是再度走低 很多分析就认为说 政策可能还会继续打压 如果说新的增长点 并没有出现的话 现实对于这些 科网龙头股认为低估值 或许只是一个假象 另外在这个事件 爆发出来之后 大家也会认为 它体现了港股 现实的一种脆弱性 那这种可慌 可能会被大家理解 但是是不是也是 投资者过度敏感了呢 我觉得相对来讲 还是有点过度敏感 就是说因为游戏的一些政策 就推断出 港股相对整个资金 其有人它的一个脆弱性 我觉得相对来讲 还是不是太有说服力 因为其实每一个行业 这个政策出来 你会看到对行业的影响 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大的 甚至我们对游戏行业 它甚至远远都不如 教育行业它的一些政策 教育行业基本上就是满灭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游戏行业 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目前来讲 我觉得整个这个供需格局 不支持这样一个 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 所以我觉得对港股 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那其实对于这个行业的 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些政策 或者说是不是后续 还是有政策 我觉得会有一些修饰 但最主要的 其实你们看到 国家出发点 还是对青少年的一个保护 这个我们觉得 从这个现实的 就是从每一天 就是周中不能玩 中国才能玩一个小时 这个我觉得已经做到 一个比较极致的状况 现在在规范说 你不要去都别人 成年人的号来打 这个就是对一些政策的修复 我倒觉得其实整体 基本上处于一个主 主基调已经定了 现在只是在 修修补补的一个过程中 那你说腾讯它的业绩 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广告 另外主要就是游戏 那游戏这部分 就没有爆玩游戏 它其他游戏也有 这个生命周期 大家还是老玩家在玩 不可能说这个游戏 没有新的游戏 我就直接去逛街了 这个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游戏的 这个收入还是相对稳定的 那就是广告这部分 确实是受到了 整个经济的一个热度 包括经济一个健康状况 这个确实是受到一些影响 因为腾讯以前 这个广告很多的收入 来自于这个教育 这个培训行业 目前可能会被什么汽车 其他行业替代 这是一个广告的过程 在过去很长时间 也是一样 以前它的这个主角是 房地产 汽车 现在慢慢过渡到教育 现在可能要找新的出发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家肯定是 目前更需要这种广告服务 去推升自己整个行业 或者各别公司的一些形象 所以我倒不觉得 这个行业是很致命 只要我们的经济在发展 其实广告是不会消退 所以对腾讯的业绩 我个人并不是特别担心 我觉得起伏 其实甚至它之前 到400出头这个状态 我都觉得其实 确实有点超跌了 目前500以下 我都觉得其实是一个 蛮合理的区间 所以现在如果长远来看 依旧是一个可以吸纳的机会 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B站 我知道B站也是杨总 很喜欢的一支个股了 那我们看到 它似乎是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那没有在游戏这个领域 再继续深耕了 开始有这个原创扩音计划 有现金奖励 还有百亿的流量 扶持一些原创音论人 那我们看到B站 它的这种原创基因 其实一直都非常的强大 所以说这个计划 是不是也被市场看好呢 是否可以带来新的增长引擎 我觉得是 就是你会看到更多的这种 比如说快手 这个董燕 他们有一些短视频 那有一些博主 就是他因为一些 这个高调的言论 其实政府还是很管控的 就是一种非常计时短 这个比较短的这个视频 它传递的这个信息 相对是有限的 而且有的时候价值观 并不是这种推荐 但是你们看到B站 其实非常多这种百万博主 是这个官媒盖章认可 这个首先是社会的正能量 其次呢 也非常有研发的这种精神 开拓精神 我觉得对于目前一个 就是非常多年轻人 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提供一个平台 让他展示自己的想法 是非常难得的 你以前你想这个出人头地 在国内来讲 其实是这么的一个 瘦大的人口 是非常难的 有了网络之后 就变得容易 但是你要好的方向 去出人头地呢 就需要更多的 这个社会的一些这个甄别 包括优秀平台的一些真神 我觉得在B站这一方面 为什么我觉得 它可能是成为 这个中国版的这个油管 就是YouTube 对吗 它确实有这样的基因 你看到它现在已经沉淀的 这些百万博主 就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 而且很多这种出圈的博主 是知识分享类的 这个你在其他平台 是非常少见的 因为它算是一个 中视频的一个平台 基本上和这个 抖夜这种短视频平台 它这个功课的这个客户群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它这种知识类的平台 你会看到在社会 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的时候 它就可以衍生其他的 比如说艺术类的 这种知识类分享 包括创新类的 我觉得这一类 其实不仅仅是 这个社会会形容的 我觉得政策方面 也会希望见到这样的 这个非官方的一些平台 所以这个B站的股价 目前虽然说还是蛮贵的 而且它这个财中数据 还没有看到它这个盈利 盈利时间点 但是它除了游戏 这个二次元 这个第一次起飞之后 然后现在到出圈 到了这个艺术 其他的知识类分享之后 是它第二次出圈 基本上我觉得 已经奠定了它 一个很高的地位 它的竞争能力非常强 但只要看我们未来 这个盈利能力 这个社会对它的接纳成 所以我们的市民以来 希望它能够有 这个各考的发展空间 那当然资本市场 一定会 就是只要你有业绩出来 大家资本市场 会更加的这个 关注它们 也会认可它 明白 另外呢 在这个我们说回 腾讯这一方面呢 会看到它最近一段时间 也是不断地在回购 那整个这一个礼拜 都在回购 9月9日呢 也是耗资1.03亿港元 回购21万股 小米跟它一样 都是整个一个礼拜 也都是继续在回购当中的 那我们看到 也是9月9日呢 就公布耗资是 9817.12万港元 回购了410万股 那看到它们 一直回购这个消息 不断传来 我们这一周 也都是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提到 会不会回购这件事情 逐步地会让市场 觉得有一点麻木了呢 确实是 就是首先回购呢 以前我们是觉得 管理层对国家的 一个表态 首先是公司 对公司未来的业绩 很有信心 其实就是说 没有减持一些压力 可能这个也确实 没有特别多这个股价的 这个向下走的一个助力 那对于腾讯来讲 因为它确实股价 跌了30% 40% 我觉得也确实 跌出了一个加速度 应该是只跌了 那小米其实它不同 大家看到它的股价 其实跌幅是相对有限 那小米在过去算是上半年 表现非常优异 我们看过它基本面来讲 这个为什么有一些 其实更多的回购 带来的影响 还是会跟基本面挂钩 腾讯其实我觉得 基本面没有受到一个 太大的影响 就是只是政策 它是一个短暂的 就之前每一次 大概就是两三个记录的影响 我觉得这次 其实政策影响 也是两三个记录 就可以消化 但对于小米呢 就是前半年 因为它抢了华为的一些 一些市场份额 所以看到业绩非常好 第三季度 它现在国内的这个市场 会受到荣耀 因为荣耀分出去之后 去年大概全国 只有市场率只有5% 那今年也已经来到了 15%上半年了 其实下半年 应该还是会发力 它有一些华为的基因 我觉得对市场 还是有影响 而且它的这个 所有的畸形 其实跟小米是 不同意的 基本上就是在 同意的市场竞争 所以它基本抢的是 小米的份额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 对它的业绩是有点压力的 这也是这段时间 小米它的股价 相对走低的一个状况 就即使是现在 不停在回购 所以我们看它的基本面 相对小米 没有那么solid 因为它第一 没有跌很多 第二呢 基本面没有更多的金钱 所以我觉得目前回购 可能对这两只 这些大类型的股票呢 确实我觉得 其他作用还是比较小的 第一个多亿 对它这个成交量来讲 其实就是杯水车薪 大家就是看一个 这个管理层的一个亿腿 我觉得最终我们看 股价的股票值是个满 其实还是要看清理 那说到小米这一边呢 实际上呢 也有一些事情 想要给您探讨 首先就是它在造车 这一方面有新的进展 我们看到新闻消息就说 2024年呢 就计划推出首款汽车 而且在三年内呢 有90万的一个销量的 一个预估 但是昨天呢 其实在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是提到了 它有一个事情 很值得探讨 就是我们看到 开云汽车呢 是完成了总额 5000万美元的融资 而且据天眼查的 工商信息变更呢 我们就看到刘德 还有黄江吉是出资人 同时呢 开云是打算在近期 启动新一轮的融资 在此之前 两名小米的联合创始人 同时投资一家 跟小米无关的公司 并担任董事 这样的情况 其实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小米自己造车 但是联合创始人 投资别的公司 是不是对小米这一方面 造车信心不足呢 其实我觉得恰恰相反 我觉得其实整个这个 首先说明雷军 他这个相对非常宽容 就是这个事情 如果发生在阿里的概率 就几乎是没有 那这个联合创始人 去投资相关的这个 类似行业的 算是竞争对手 这样一个分析呢 我倒觉得其实 说明整个这个管理层 对汽车造车 这个行业非常有信心 大家都是不可能 占尽所有的优势 来的取长不断 其实每一个公司 包括现在我们说 这个电动车三傻 未来理想和这个小红 其实大家各有 各有优势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这个市场定位和他 这个喜欢他的这个客户 所以我觉得大家 更多的吸收彼此这个长处 可能会成长更快 对管理层来讲 他除了自己对小米 这个作为创始人来讲 他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他作为投资人来讲 他觉得其实更多的 这个行业可能会出来 未必这个开云 他出来就会 就会抢到小米的 可能大家只是在 不同的这个市场定位之中 找到自己的这个发展空间 第一是他们确实有资本 那其实他可以辅助一下 现在一些新兴企业 对一些这个同事自己有收益 更多我觉得是这个 对这个行业整体是非常信心的 这对于目前我们来讲 整个中国的一个制造业务 我们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 其实整个这个过程 是有很多这个硬科技 这些代价的方面的 硬科技来自于哪里 更多的是资本的投入 所以现在一些这个 相对已经这个财富自由 这些资本大恶了 他愿意把这个资金 重新回头 再投回到社会 去发展一些硬性的科技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循环 我倒觉得这个消息 对小米造车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更多的是 看到了整个电动车 在未来发展的一个空间 我也建议投资人 对整个电动产业 也不仅仅是中端车来 小红理想这些 其实它上端这些电池 其实都可以积极地去关注 就是一个未来 很有发展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产业 所以反而是对这个行业 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个表现了 那也是非常感谢杨总 这一时段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